不是在这儿的,再往那边 他射了你一口 他射了你一口 然后你发现那个人 原来是庸祖宜来的 当别人都在感叹袁偶宜与张智霖是什么神仙爱情 却逐渐将目光看向角落中的阿娇 因为感情的波折让阿娇不想触碰心恋情 以后不得不羡慕镜头前甜甜蜜蜜的张智霖与袁偶宜 阿娇不得不承认前夫 婚前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 那时连亲过亲自的阿娇都拥有了容貌焦虑 但婚姻之后对方好似放松的警惕 冷漠和暴躁很快让阿娇降温了爱意 双方都在渴望对方迈出那一步 而结果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想比袁武姨的爱情观十分霸气 既然喜欢张智霖那就勇敢去爱 同样被爱滋润的张智霖也用爱回馈对方 能彼此相爱几十年也变不奇怪 原本袁武姨也想让阿娇再次体验恋爱的感觉 在聊车上的张智霖好像变不乐意 其中阿娇凶袁武姨 你老公开始嫌弃我了 最后袁武姨二话没说就是坐上张智霖的附加石 可谓不要太真实了 婚姻中没有什么要求和心机 正促成袁武姨跟张智霖婚后这么甜蜜 网友调侃阿娇也应该吸取其中的教训 对此观众朋友有何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